嗨大家好 我是蜜蜜 我们已经把小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了 现在跟我老公出发去那个里程区 因为之前有好几个朋友就私心跟我说 那边有一个水玩铺 特别是出名 想要我们去品尝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早一点出发 因为之前我跟我老公去路过里程区的时候 有去看了一下 12点就关门了 所以今天就吸取教训 早一点去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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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程区是泉州最早的小区 所以说这些房子都是很有年代感的 很多那种传统小吃在这边买的话 就会比较正宗一点 这个就是拳头母 然后这些是水玩 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那种猪网 然后里面是蛋 还挺有特色的 满了一点 这边菜市场还有剥好的这种蟹肉 还挺方便 海鲜都有 因为我们家太远了 不然我们可能天天都要往这里跑 想试一下 现在试一下 它这个是熟的 就是比较遗憾 就是今天来就没有看到那种现场制作的那种 挺好吃的 有马滴 它里面它里面还会冒油的 可能这种热的时候会更好吃 吃起来有点像那种鸡卷的感觉 就米南龙 可能做法都差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丰泽区了 因为想要跑几个社区去预约市价育苗 因为我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等了一年多 然后现在他问他们那个社区 结果要等三到五年 所以打算还是多跑几个社区对比一下 看哪个短我就预约哪一个 左转进入停步路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 现在都是在地上扫码停车 你好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市价育苗的可以打吗 下午要打成功吗 每天才能打 要在约苗 要自己约 成功才能 可以问一下 约了多久才能打吗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能放吗 你要不要 请你这个地方有9号到2号体检台体检 你还不行 他说要在约苗上面先预约 预约成功了才能在线下这样子 这约苗约一下 这个市价的就是有13000多人在排队 你先预约了 预约有这么多打的说不定没这么多 那我先预约起来 不然的话其他地方也没预约了 连预约的功能都没有 只有这边才可以 只要等通知就好了 而且通知了过后12小时一定要预约 不然的话就预约资格就没了 朋友们就是供略还是没有做充足 我以为线下来预约就可以了 但是后面结果要在约苗上预约 所以朋友们如果想打的话 一定要在约苗上 先订阅通知了 有预约成功了 再到线下去 不然我之前还在去医院 还做了HPV的检查 我以为是拿这种单子来 就线下预约就可以了 结果没有 现在就等约苗通知了 哇 有13000多人在等 前面在排队 不知道要排好几年了 好恐怕 好了朋友们 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洛江区了 一早上跑了三个区 就是里城丰泽洛江 对了 就是晚上是我小姑 就是儿子周岁 就是又有好量吃了 到时候再给朋友们拍一下 晚上的菜色怎么样 对了 对了 弟弟 你在那里干嘛 弟弟 我还给我挂挂 带着带着带来的 哎呀 害羞了 要关门了 哎呀 害羞了 哈哈哈 哇哦 这么多 来咯 咯 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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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就是涼拌的 羊肉 蝦 蝦寶貝 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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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还有一个 还有是吧 好 瑶柱 我們咬住了嗎? 好,咬住 我們對我們好餐廳 好 lớp 真的晚了 謝謝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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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醒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啊 黄露 仲盛 跟姑姑拜拜 拜拜 妹妹 你还带这么多花回去啊 对啊 我全部带在四朵 嗯 有一个在我爸爸 我爺爺爺爺爺